花莲玉里这栋三层楼的透天错在强震当中应声倒塌 在救援任务成功之后 拆除作业昨晚漏夜进行 今天一早还巡获了超商的ATM以及柜台的收银机现金 大约总共是156万左右 而现在隔壁林洞的惨况也跟着曝光 不但围墙出现了严重的军裂 室内物品也跟着东倒西歪 花莲县长徐真卫表示 拆除作业预计在今天能够完成 大型机具持续开工 18号的6.8长正让花莲玉里镇 这栋三层楼透天错应声倒塌 工程人员持续进行拆除作业 从黑夜到白天要抢时间拆除残留的建筑本体 钢筋水泥散落一地快要堆成一座小山 一旁灌水避免粉尘飞扬 其实我们看附近店家 店家是没有水没有电可以使用的 所以也是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拆除也要抢救重要财物 一楼超商的收银机还有ATM保险柜 在上午顺利找到 从瓦砾堆中挖了出来 保险柜虽然些微受损 但现金共约156万元顺利保住 拆除作业预计周一能够完成 那我们今天会把它全部拆除掉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在启动 要重建附建的工作 透天错倒塌也连带影响隔壁林洞 歪斜透天错映入眼帘屋里屋外墙面严重军裂 连天花板也感觉快崩落 索性屋主当时不在家没有酿成伤亡 就怕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周遭当中 所以呢真的是夜不能连 大家很紧张 地震让花冬灾情惨重 损失还无法估计 但这一阵已经让当地居民夜不成眠 记者综合报导